Haren 2022年你有什麼新的願望? 很簡單 多給我最後一次機會在啟德城中心上車就可以了 為什麼你這麼渴望搬進來啟德這邊? 之前專家也有說 今日西九明日啟德 啟德作為香港未來樓市的火車頭 自然人人都爭著入市 是啊 你說得對 參考最近位於啟德城中心的Monaco 1 銷售反應熱烈 6日內售出了482貨 佔了發售單位的98% 破了啟德的新款紀錄 我個人分析銷程這麼好的原因 首先Monaco 1的價錢相對合理 其次是發展商在區內的項目都有口皆迫 第三就是區內的升幅潛力 而2017年啟德的平均車價17000元 今日至少要2萬鐘才行 尤其是周邊的大型機件逐步落成 所以近一兩年啟一城中心開賣的新款 無論價和量都比賣家越搶越高 我知道匯德鋒在啟德城中心 有三項全資地皮發展 直障推出的Monaco Marine 是發展商在啟德城中心 最後一個和最後一期的項目 相信很有叫助力 Monaco Marine以Super Yacht做主題 延續摩納哥奢華臨海生活 這個新款有最強的海景 項目位置是啟德城中心一帶 最近維港 海景戶還要是向南和東南 而圓景方面有雙圓林雙泳池景觀 遠一點就見到啟德河 地標SI 有部分高層還見到獅子山 即使距離對面的Monaco One 都有大約100米遠 很有空間感 會所Club Monaco One 同樣都是世界級 引入Grand Prix Pro實景互動賽車模擬遊戲 距內最長大約60米戶外遊泳池 還有四個位於花園低座 私隱度極高的燕會廳 今次介紹的是1A座28樓A單位 是其數面積最大的標準單位 只有30間 首先看看客飯廳 呈長方形間約分明 擺放架式都非常容易 整個單位最大的賣點是向南 客飯廳和所有房間都是同向 望著維港正中央東暖夏涼 進來廚房 一個L型的工作台面 有齊高級主食路具和電器 設計師都很有心思 將部分的牆身和天花 呼應海洋和豪華遊艇的主題 連儲櫃都有點巧妙 第二個賣點是廚房、客廳和三間房歸邊 加起來超過11米闊 走進來 首先會見面積不小的儲物室 兩間客房、一個浴室 然後就是主人套房 最後一間是主人房連套廁 預計可以把雙人床、全身衣櫃 兼且梳妝桌 另外第三季東鐵過海段更值得金鐘 連接整個核心的商業區 不止 我知道區內未來 將會有多項的世界級基建商計落成 包括有SOGO雙子塔、SI救密商場 都會公園和啟德體育園 而啟德作為CBD2的重點 未來將會分擔中環傳統商業區的功能 是的 我預計區內的住屋和租務市場都會非常龐大 無論發展潛力和投資價值都不用忽視 總結上述的資料 啟德城中心的優勢可以說是得天獨口 隨著城中心的一手供應量越來越少 而Monaco Marine就是匯德峰 在啟德城中心最後一個住宅項目 參考同系過往的銷程 不知道會否幫到大家 更加有信心去入市啟德呢 Taren 不如我們再走走周邊的環境吧 好啊 よし 在前往 周邊的視頻 開店 收音ミック 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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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